和我們合作過的客人一定都知道 我們在宏都拉斯有一個團隊 那我們也會跟新客戶很自豪的介紹說 我們在宏都拉斯有一個團隊 所以品質管理上面不需要擔心 而品質也是我們非常注重的一件事情 但即便我們在宏都拉斯有團隊 我們還是有面臨到很多的挑戰 那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優點和挑戰 那第一個優點 好 我跟 Carlos 基本上我們就是 Made in Honduras 我們在台灣是台灣 我們在宏都拉斯是本地 那西班牙文士們是我們的母語 我們對宏都拉斯的文化是很了解的 而且我們對農夫所面臨到的問題 也是很熟悉的 那我之前跟 Carlos 就分享過咖啡 其實我們是六七歲的時候就開始喝 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飲料在我們的生命中 那 Carlos 我們的宏都拉斯的團隊員 365天都會在宏都拉斯 所以我們的農夫都可以聯絡得到他 他會跟我們說長期的時間 他忙著接電話 然後安排去拜訪客戶 拜訪我們的農夫 還有測試一大堆的樣本 更重要的就是 他會確保客戶跟我們買的豆子 出口前 絕對不會問 那 Alice 你知道新的消息嗎 有聽說他交了一個新的女朋友 然後住在 Makala 也就是我們咖啡主要的來源 這才是重要 他會更早去那邊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為他非常開心 但是對公司來講 對客戶來講 是有幫助的 非常好的事情 那我們來分享第二個優點 我們每次在測試咖啡的時候 這麼多咖啡裡面一定會有一些 哇 這次超好喝 然後一定也會有 這個不行吧 還好 那我們身為進口商 在測試這麼多豆子之後 我就是一致的認為說 一支好的咖啡 不管你是今天測試 它是會好喝的 半年之後或者甚至更久 它也還是會是好喝的 那 Carlos在產地那邊 除了篩選初期的豆子以外 在我們 我跟 Elias 篩選完最終產品之後 他也是會每隔一個月 就會測試這些豆子 一直到出口 那這個就是定制管理的部分 也是我們客戶最擔心的事情 那第三個優點 就是不管身為什麼樣子的角色 烘焙商 消費者 或者是像我們一樣 進口商農夫的角色 不管是誰 其實都是有一次的目標 就是有合理價格的好咖啡 那每一年 那每一年 農夫在新潭季樣名準備好的時候 都會打給 Carlos 那為什麼會打給 Carlos 就是想要我們 跟他們買豆子 是不是 對 但其實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其實也是跟農夫 建立了一個彼此信任 然後公平交易的 一個良好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面臨到的兩個大的挑戰 第一個 之所以 宏都拉斯的咖啡小莊園 那麼重要 是因為 全球的咖啡豆量 4%是宏都拉斯的小莊園生產的 那我們之前跟你們分享過 按照統計 宏都拉斯有12萬個小農夫 那 Carlos 可能對一個人 還沒有得到一點苦 那 雖然聽起來 是沒完沒了的事情 不過我們很樂意 還有很熱情的接受這個挑戰 因為我們知道 有一個龐大探險的空間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找到 很好的咖啡 提供給我們的客戶 那第二個挑戰 我們能把 對的咖啡 換在 客戶的手上 其實我們用一個簡單 卻難的共識 我舉例 我喜歡的咖啡 不見得是他一手喜歡的 說不定也不是客戶喜歡的 然後我們去備證的時候 其實有些客戶會為我們說 那你們喜歡哪一些 有時候我會說 我都不喜歡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 就是塞豆 我喜歡水井豆 然後我喜歡 很酸的豆子 但是這個在 客戶的眼裡 他們會說什麼呢 太酸了 因為消費者 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 我們這邊 該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對客戶的需求 有深入的了解 然後整理這些資訊 跟Kairoos分享 讓他知道 我們要怎麼一個方向 他再去跟農夫溝通 再做對的篩選 這才是重要的 那我們每一年都會遇到一個狀況 Kairoos每次都 方法也會跟我們說 你們怎麼沒有選到這隻豆子 你們怎麼沒有選到另外一隻豆子 每一年都是一樣 但是我們 盡可能是選到客戶 覺得是對的豆子 以上是 有兩個團隊的挑戰和優點 我們是 一家公司 兩個團隊 有14000公里的距離 但是我們都是 往途一樣 一方向前進 這就是我們 Sip個咖啡 這就是我們Sip個咖啡